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朋友,可以按一按按鈴鐺 按一按鈴鐺,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如果不太討厭廣告的,可以按進去了解一下 當是實質用行動去支持一下這個頻道,多謝各位 先跟大家說一下11月6號的第一場賽事 這場四班千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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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麻煩 有生生生生 運財的健康好像有點兒慮 新馬又有必有理 甲苑上場跑得好,今天又撿過外檔 所以有些不穩定的因素 上場超瀟灑被人阻 這場馬想跟大家說一下神粗 分析了剛才那些大小的一場 跟大家說一下神粗 一號勇者性保持功夫 二號運財史卓峰試過閘 史卓峰試過閘 史卓峰試過閘 沒辦法 三號必有李良家進試三次閘 很積極的 四號肥仔 雷馬斯有碰過保持功夫 五號希威森保持功夫 有碰過 五號甲苑 六號飛翠黎海榮 有碰過保持功夫 七號奇妙日保持功夫 八號戰神保國能 有試過閘 很積極的 九號旋風腿保持功夫 十號勁瀟灑保持功夫 十一號贏多多李保利 有試過閘 都快的 十二號生生勝勝 重化試閘 都快的 梁家進也有試過閘 是不是梁家進 看清楚 重化閘 然後梁家進閘 對 這一場馬 上場鴿魚都跑得挺漂亮的 那 這場馬的步速 都是難估計 山山勝勝的 1600塊 今個月初出 不知道他怎麼跑 那想和大家看一下 那些神粗的股壓調動 那 史卓鋒停賽 運財沒辦法 那 希威森原裝 那 葛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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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神寶 李保利 是啊 梁家進 山山發發 梁家進 就騎回 必有理 那 梁家進 換了田太安 山山勝勝 山山勝勝 是另一隻 山山勝勝 是高東來的 那隻 那和大家說 上次騎的 古惑調動 勇者姓葛能 今天換了潘頓 那 莫雷拉 上次肥仔 就換了 李敬國 那 那 奇妙日 就 奇妙日 上次誰騎 沒有寫漏了 田太安 那田太安 就騎了山山勝勝 戰神寶 王浩南 就轉了葛能 9號 也是王浩南 就轉了 半個 主帥莫雷拉 那 超瀟灑 市出風 停賽 就轉了 河澤耀 那 又是這麼多 那我想和大家看的馬 就看這隻奇妙日 今天就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這隻馬 不用田太安 用巴道 這裡是有一個 就是 就是 上次有個十二方 但他前場騎得很好的 那這隻馬呢 就選他一個原因 就是上一手什麼馬房 這一手什麼馬房 這一手什麼馬房 對不對 上一手出名是怎樣的 苗麗德出名是拿到盡的 那就說完 對了 那今天就 上一手那些千二不要看他了 那我只看他前一季的千二我都選了他 輸七個幾馬位 沿途一外檔 因為撿過十二檔 沒辦法了 那 沙田直路一千 就和那隻奮鬥童心放年回來 就輸了 奮鬥童心 說姚本輝贏那隻 起碼那隻 那一隻 終於都贏了 那他就輸給藍莊加好 那上一場又撿十二檔 都是輸兩個幾馬位 今天就加情了 唯一一個不明白的原因 就是田坦安騎和姚本輝很好 那為什麼要用到巴道呢 是田坦安不騎他 還是怎樣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我想和大家看回藍莊加好那一場 藍莊加好再出再贏 自由起也是OK的馬 有些意外那一場是好 輸得好冤枉的 就是 自己撞到一隻雜出雜中 然後說不退飛 我這隻馬撞到閘裡 我都痛 我都不想跑 那回來輸了 他說他撞到閘裡 之後呢 這隻馬撞一撞 應該不會影響他 就不退飛 那大家聽下去覺得是奇怪嗎 是不是 就是有時候公平一點 不是說多少錢的問題 是這隻馬根本是受了影響 衝了出來 他說他衝了出來 衝雜先衝了出來一點 但是呢 沒有佔賽事的優勢 所以不退飛 第一次聽這些解釋 很厲害 這次遊戲 過了一場大熱門 輸了 是被人罵的 但是輸了 大家可以平心而論 他衝了一閘 撞到一隻馬 回來輸了 還有什麼好說 清福那天擺錢了 精算八方都爆懶 奮鬥同心又贏了 看這場 藍莊加好這場 和樂日那場是怎麼跑 那一隻 就是阿凡達 對阿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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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起 就叫做 貼了一條欄 阿凡達就慘了 賣不到欄 那隻同樂日 現在就在 尾四 那隻 這隻 精算八方在這裏 這隻是同樂日 藍衫這隻 看看他怎麼輸給 藍莊加好 清福那天又不知道做什麼 這裡檢查一下 裡面的藍莊加好 大家現在知道什麼馬 這裡已經全面優勢了 馬騎下去又有的 外面那隻叫做 清福 然後裡面的藍莊加好 就過了 其實一堆一起過終點 清福再出 就放頭 不知道跑什麼 那隻 那隻同樂日 其實都騎得挺漂亮的 那再出一場 精算八方也爆滿了 那天再出一場 這隻奇寮日 又撿過十二檔 輸兩個馬位 又輸給什麼馬 都是一千 輸給這隻 萬眾之力 懂得回氣之後 就很厲害 馬寶 開心好友 開心好友 其實是一隻速度很好的馬 那天整個十二檔 其實是挺被動的 但是那天自由起 就輸了 不要說就撞雜 就是 我不怪他輸了 我怪他為什麼馬會有這樣的決定 總之那些就不要說 這隻奇妙日 今天唯一一個疑點 我覺得他遷移是沒有問題的 疑點就是田坦安 為什麼寧願騎生生勝勝 用巴道 但是我們又不要理他 巴道騎不騎得 都騎得的 會不會快活谷 都會的 愛了這隻奇妙日 那第一隻要選 就選肥仔 為什麼要選肥仔呢 上場已經爆了出來 莫雷拉又不騎了 這裡又考你的功夫 考大家的膽識 其實這隻肥仔輸給傅萬加 一點都不醜 傅萬加是一隻什麼馬 當日是肩負和何良起媽 重任的馬 街旺財沒得說 跑到爆肝 跑到第四回來 還有帥恩那天拿位 帥恩拿位 帥恩拿位 我覺得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沒什麼好說 超瀟灑 就是有些問題的 變了這隻肥仔 其實一群馬 只有一隻可以後上 其他那些都是守好位的 唯唯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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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騎不騎可以 是騎的 是這個因素 所以我先愛他 另外再選一隻 我要多一隻八酷的戰神寶 這隻馬我就不用說太多了 加配備 撿個當不錯 我就愛他這隻 另外再選一隻 選一隻超瀟灑 上場是跟肥仔那場來的 在內蘭那裡是被人阻礙的 那天那個是史卓鋒來的 我記得 那天那個是史卓鋒來的 那天那個是史卓鋒來的 在內蘭那裡是被人阻礙的 是沒有位的 差點夾到一條蘭的 這隻馬其實呢 除了他1400那兩場輸得遠 其實他1200跑來跑去都不輸得很遠 上場還有意外 是第一次過來快活谷有意外 我記得我也有選的 輸三個馬位是瘦少少阻礙之下 輸三個馬位 那看他今天就 都是當是OK的 但是有不明的因素 真的有很多 這場馬其實真的叫做 國無把握 因為奇妙日有千上千二 肥仔有換人因素 戰神寶初出 旋風腿那些都可以 為什麼莫雷拉又騎發旋風腿呢 但是始終都要選一下馬的 我覺得奇妙日的因素 就是上手是什麼馬房 這手是什麼馬房 上手的風格是怎樣對馬的 這一手的妙禮德的風格是怎樣對馬的 連續兩場十二檔跑得不好 即是十二檔那兩場都跑得不好 用回他的檔位好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跟男裝家好那些一起跑 今天的八檔都不太好 但是已經是比十二檔好一點 看看這手的馬房 會不會用好一點 愛七號 第一隻拖一拖四號的肥仔 拖去上場是零零一隻可以後上的 今天就愛了他 雖然莫雷拉不騎 你見局都會騎馬 所以就愛了他 愛多一隻的 奇妙日拖肥仔 一隻戰神寶 我不解釋原因 只是戴眼罩就要他 另外 選多一隻上場受阻的勁瀟灑 今天也是撿回我檔 第二次過來快會 上場受阻的 今天看看不受阻會怎樣 希望他不受阻 那我這場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按一下訂閱的按鈕 按一下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 如果那些廣告不太討厭 又想用行動支持一下小弟這個頻道 可以按進去了解一下 當然對我的實質支持 好多謝阿Kim Lo兄 多謝大家 拜拜 希望各位都贏多些